大男人的小梦想 沙翼也想进修考博士 和孙虹雷相比 沙翼可是幸福多了 娇妻爱子一应俱全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小梦想 那就是当博士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全是新剧 我的博士老公者的货 从武林外传里的小伙计 到如今的博士生 沙翼逆袭老板娘同掌会不说 这如今又抢起了绿秀才的饭碗 看来她的胃口还真是不小 尽管沙翼生活中只是一个本科生 但这次扮演博士 也是约了她自己多年的梦 其实我原来我本科毕业以后 之后我特别想从研究生开始 然后学学 刚才我要跟梁静说 特别想学学那个编剧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这方面都比较了解 比较熟悉 可能对于演戏来讲 也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尽管沙翼这次是扮演博士 但这小伙计要是真的 玩起知乎者也来 沙老师您还是多向我们的真博士 于恩海认真请教一下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找 因为恩泰交流 恩泰我会跟他交流 但我不会去靠配他 他完全是中国这个十四五亿人口的 一个特别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人群 恩泰就博士念完以后 就是我就怕他 那我经常到的是什么 哈哈哈 好